前十七拍到 冰事车开在路上 却越开越偏 直接撞击路边的车辆 撞击力道之大 冰事车没hold住 视角曹天反复在路中间 驾驶受困车内 来听听目击者说法 被那个玻璃那边压着 然后我说你可以出来吗 他说可以 然后我把他前面的张网拨开 然后他就自己慢慢的 就是爬出来 驾驶是七十二岁的赖姓老先生 他开车行经苗栗式遇侵入 不明原因撞击路边车子 车子乌龟翻 他脱困后只说头晕 腰痛外没有明显外伤 送医并无大碍 警方出步调查 驾驶开车在预清路 先撞击路边停车后翻覆 被撞的轿车 再往前推撞前面一辆停放的轿车 驾驶九侧直零 不知何故会开车自撞 车祸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理清